中国女排遭横扫? 女排精神金何在? 今天世界女排国家联赛第三场,中国女排对决美国女排,结果中国女排0比3被美国女排横扫。 第一局,中国女排完全被美国女排压着打,美国女排一路领先,最终以20-25赋予美国队。 第二局,中国女排状态有所复苏,双方的比分也很胶着,中国队的朱婷、严妮和袁欣悦发挥都很出色,但是刘晓彤的多次扣球也被美国队拦下,最终中国队还是以22-25赋予美国队。 第三局,中国女排有两次大比分分领先美国队,分别是13-9,20-15分,但是最终还是被美国女排翻盘,尤其是中国女排19-15分领先后,美国女排打出了一个10-0的高潮最为可惜。 在美国女排的10-1的高潮中,美国女排将中国女排,一传接不好,二传不稳,队员配合默契差的问题暴露得体无完肤。 期间美国女排追到19-20时,郎平及时叫了暂停,但是场上球员表现依然没有起色,于是在20.21分落后的时候换上了小将李莹莹去拨一下,但是依然没有效果,最终也只能接受20-25的比分。 从香港赛道对战美国女排之前,由于中国女排对手实力不是很强,或者朱婷强势发挥,中国女排的弱点都没有被完全放大, 但在整体实力强大的美国女排面前,中国女排弱点被完全放大。 相信江门赛结束后,郎平或将对中国女排进行大调整。